大家好,我是东宝行为,今天我们来讲电剧人的128话 喜欢这个系列的朋友请帮我点到5000个赞支持UP主一下吧 上回说到电池告诉了三一将 他是为了能够脱离童征啊,才满怀期待的活到今天的 本来才对电剧人累积了一点好感的三一将 马上就露出了极度鄙夷的表情 痛骂道,诶,这条射狗实在是太恶心了 不要再抓着我了,让我去死吧 随了电池的脑回路之清奇 他没有劝导三一将反而是一本正经的聊起了两性知识 大大的赞美了灯短狼的各种好处啊 诶,三一将你想想啊,有一位伟人曾经说过 想要变强啊,那就得吃禁果啊 如果人类不繁衍生息的话 我们两个根本就不会出现在这个世界上嘛 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三一将当场就对电池的歪理进行了反驳 诶,不要再幻想了,电剧人 灯短狼什么的根本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啊 光是想想要品尝亚氏身上那闲事的汉液 老子就忍不住想要吐了 呃,或许电池真的是个变态吧 他听完三一将的描述之后啊 反而变得更兴奋了 三一将一副身无可恋的样子看着电池 突然间啊,他好像想到了一个问题 诶,电剧人啊,话说你哪里来的自信能和别人登短狼啊 此话一出啊,还真给电池问懵了 他一开始以为三一将是在嫌他年纪太小 呃,这个嘛,就算牧师曾经说过啊 年轻人不应该随便登短狼 可是只要等我长大了以后啊 那交个女朋友什么的,那也是理所当然的吧 那大家应该都是这样过来的吧 三一将好像终于看透了电池那天真的想法 他无法再忍受电池的迷之自信和自欺欺人的小丑行为 他慈喉着痛骂电池 你有没有搞错呀 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女孩子纯倒腰和脑袋里面长了电剧的怪物登大郎的呀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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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在这一刻啊,电池整个人的世界都黑暗了 被失去了哲修部的他感到无所遁形 只能惭叫着和三将一同飞向天空 啊哈哈,不要啊,被暴击了 到底是谁发明的杀人还要住心的呀 哎呀太过分了 我还是插句嘴巴 这个就是三将你的不对了 你怎么能这样说电池呢 你有没有看过那部著名的同人作品 电剧人叉叉到啊 那谁说的头上长了电剧就不能蹬短囊的 总之情况算是彻底失控了 电池和三将急速冲向那道通往地狱的大门 在一道白光闪烁之后 映入电池眼镰的是一副圣人的景象 之前夏洛恶魔收集的大肠苹果什么之类的 被一一摆放在面前 电池怀抱着三将置身于一个巨大的餐盘中 我靠这还用酱汁搞了个摆盘 还蛮有情调的嘛 而三将似乎是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啊 直接昏睡了过去 电池并没有过多言语 他扛起三将环顾漆黑的四周 发现不远处有一扇看起来很像出口的小门 说着电池就不加思索地朝小门跑去 可是在黑暗中啊 悄悄伸出了带刺的隐形触手 奇迹的目标显然就是电池啊 只是几步的路程 电池的身上就被刺伤到满目疮痍 之前出现过的那个痴人大虫子突然在电池的身后出现 他也不知道是使用了什么邪门的技能啊 电池的脑袋瞬间就被硬生生地扯了下来 然后嘛 电池居然一把就抓住了飞出去的脑壳啊 往脖子上面这么一扣 然后他猛的一拉胸前的拉魂 嘿嘿满血复活 我靠还有这种操作的 真的是飞断看得到羡慕不已啊 电池扛着山江继续朝小门走去 就在快要到达之时 门居然自己打开了 下落恶魔的高大的身躯 挡住了电池的去路 这种压迫感 多少沾点八尺大人的感觉哦 我只能说下落恶魔实在是太有礼貌了 面对电池的各种捣乱 他只是轻声说道 菜单上啊 并没有您的名字要点击人 只要您放下山江 我就可以放您出去了 电池盯着下落恶魔愣了半天 又扭头看了看山江的屁股 他着实又想 最后疯狂拉动着引擎说道 呃我看要不这样吧 你们就要上半身 我只要他的下半身 大家各退一步怎么样啊 呃啊 那个那个那个电池的意思是说 他们家里面其实很穷了 那客厅里面连个坐垫啥的都没有啊 他是想把山江的屁股带回去当个蒲团罢了啊 绝对没有其他的用意啊 还有啊 你们千万不要把电池的唐突言论发到微博去啊 真的会被杀了的呀 听完电池的奇葩条件啊 强如下落恶魔也只能骂了句变态 可是话还没有说完 下落的背后就突然冒出了一把电锯 将他大泄八块 电池整个人都看傻了 咦什么情况 电锯我还没有出手啊 下落恶魔的头颅在空中抱怨的 哎我真的服了 怎么今天老是跟头上带电锯的人较劲啊 说完了下落就又吃了一刀 电池看着眼前突然出现了救星 一时间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这时啊 山岩将刚好也梳醒了过来 他们两人看着门外的男人 那是一个上身赤裸 手里面长出超长的电锯 和电池就好像是一个膜子里面 刻出来的儒家包坏的电锯人啊 哦我懂了他就是之前那个在楼顶 把油纸给弄死了的家伙吧 新来的电锯人啊将下落恶魔 顶在头顶向电池交代道 下落恶魔这个人啊 最讨厌吃饭剩菜的客人了 所以啊那个大虫子才会拼了命 也要吃掉山鹰酱 接下来啊你们两个只要一直逃跑 撑到日出为止就会相安无事了 哦从这个新电锯人的发言来看 他是来帮助电池他们的吗 也就是说啊他来拖住下落恶魔 电池和三将只需要对付大虫子就可以了吗 那么这个新出现的电锯人到底是什么来头 三将又能否成功的逃出地狱呢 请期待阿树下下周的新病情吧 分化结束